高晨一名49岁女子 2号喝醉酒了 到朋友家吵闹 过程中还回舞刀线 让朋友受不了了 把这一名情绪失控的女子压制在地 随后警方前来实施保护管束 强制上靠就医 然而就在女子清醒后 竟然发文控诉警察打人 还秀出全身是伤口的照片 不满警察没搞清楚状况 随意压人执法过当 最后是警方公布密露器画面 才证明清白 一名女子喝醉酒情绪失控 被屋主压制在地 警方到场换人接手 女子烂醉开始胡言乱语 跑到别人家中大闹 还一度拿刀挥舞 就怕做出伤人举动 远景实施保护管束 强制上靠带回警局 但女子不断呕吐 所以又被五花大榜强制送医 在女子清醒后 她却发文指控说警察打人 还秀出多张伤口罩 认为执法过当 用膝盖这样子压住胸部 然后就这样子掐着 觉得不需要这么暴力 我今天不是拿刀杀人 砍死人 我什么事都没做 那我就被欺负成这样 然后送到医院 全程都没有让我佩戴口罩 针对女子控诉 远景无奈公布密露器 全程没看到打人画面 只有看到女子烂罪 执法过程 查无不当 本分局全力支持 力挺同仁 依法执勤 勇于执法 远景公布画面 证明清白 事后女子贴文 也被网友检举下架 只是依法行事 却惨遭指控打人 不仅让人感叹 人民保姆实在难当 记者全科长号 高雄长报道